侯康佩誠心參選後 藍營動起來全力衝刺 二十五號晚間 兩人現身心扉 雲令同鄉會 很多說農產民不不不順代表 我來做 我們要農產民不不不順 我們來想發黑一面 外省可以兩邊推銷 全世界都可以報名 讓我們人民可以探護一項好 受到熱烈歡迎 侯友宜更是馬不停蹄 接著 一時一路 主席 主席台灣公安學會 全國後援大會 全場舉國旗搶拍合照 熱烈滿點 而就在早上 侯友宜 台中站台嚴寬恆 侯友宜中南部出擊催票 來 別碰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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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給他心灰 躲躲開了 光是週六 侯友宜就在台中 連跑三場 在最強目擊 盧秀燕助攻下 要穩固中台灣基本盤 持續吸票 仗如果好打的話 就不需要戰士 我們都是勇敢的戰士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前進 除了總統大選 還有立委選戰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排名第一的韓國瑜 也到台中 以及苗栗助選 藍燕三個隱旗 全力發動 民進黨二次執政 貪污腐敗 讓人痛心 這2024年 我們要分別 善與惡 集中所有的選票 藍燕侯康佩 本土籃 加上戰鬥籃 新局面 選擇場子 要找一個個也沒缺席 數什麼都要好好展現 團結氣勢 贏得2024 這台中新北綜合報導